那原来这个很简单 但是至少各位不需要 不需要用酒去得到生意 因为你有福报了 我刚讲 生意自己找你 所以也不要劝人家喝酒 如果各位要真心受菩萨戒 就不要故意去吃肉 而且什么肉都不能吃 因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佛食肉者断大慈悲 佛性种子 虽然我们有佛性 你要让这个种子萌芽 就要你把这个佛性给它断掉 这个种子给它断掉 那你就没有萌芽的机会 所以连吃配心的种子都没有 更可怕的是 做菩萨就要超度众生 就像刚刚我们放鸟 我们各位你不管做什么放生 一定要也顺便 招请观想超度 所有被吃被杀的动物亡灵 因为针对这个动物道 因为你对鸟很好 也会对其他动物很好 然后它就不会怕你 因为很多动物超度不来 它会怕你 但是如果你对动物有悲心 它敢靠过来 来就有解脱的机会 所以你不要故意去吃它 不然这些众生会怕你 会跑掉 想想看 一个吃狗肉的人 狗会不会怕它 狗天生的有这个甜心 连虾子的狗都会怕你 甚至想要咬你 这是如此的 就像一个吃人肉的人 被我们知道大家都跑掉了 对不对 因为有这个人会吃人肉 所以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 有那个悲心普度众生 那你就不应该 不然一切众生看见你就怕了 就跑掉了 所以一切菩萨不得吃一切众生的肉 吃肉得无量罪 这没办法形容了 所以如果故意吃饭轻垢 所以大乘佛教 然后南传佛教就因为他们没有大乘佛教的教育 所以他认为就是可以吃葱蒜 甚至在藏传佛教 虽然他们研究很精进 但是经典没有全面的翻译 所以他们认为可以吃五心 我也跟很多上师讲过 我说这个葱蒜韭菜是佛讲 不能吃 他没有这样回答 他说我上师没有说不能吃 我说佛陀 没有上师 这个藏传佛教的上师代表佛 这个应该是讲的 尊敬给我 尊敬上师 但是佛毕竟超过于上师 了解吗 我们是听佛法 要依法不依人 这就是藏传佛教 现在比较吃亏的部分 也因为这样会损到福报 因为吃葱蒜 鬼神撑 护法神全部跑掉 你就没有福报 那 所以汉传佛教的二十四复法 都是第一种 成就种是大功德 都是福报很大的 没有金钱的问题 但是这个冲算问题 对我来讲 所以我也想尽办法 去韩国 日本 每个国家要去供养 供养 然后他对我们人格印象很好 慢慢相信我们 才把这个经典放给他看 有些三分之一有上根 佛讲了 那不应该吃 这样 所以有很多 但事实上 古时候的大德部分 藏传 汉传 都是绝对吃素的 比如像吉田 菩萨 阿底下 中国八大师 这是现代的人 有现代人的想法 所以 若佛子不得吃 大串 葱 洋葱 洋葱 酒菜 这些不能吃 所以加在食物里面都不行 不难犯 清够罪 这个很容易发生 佛陀自定都有他的道理的 跟我一起出家了 那时候就上佛学院的 或者其他的 几乎我看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呢 就慢慢脱离大乘佛教 他们就会去学南传佛教 认为南传佛教 才是如理如法的原始佛教 当然这一点 我也跟我师父讨论过 我师父说 这我们大乘佛教要检讨 因为大乘佛教 太多于经参佛教 每一个都在赶经参 大法会多少钱 多少钱 盖寺庙 他就会让这些年轻人觉得 都没有在修行 没有机会进化身心 每天都在搞钱 所以并不是他们不是 大乘佛教 而是因为 我们大乘佛教的寺庙 没有把这个法表达好 那年轻人心里就不安定了 他想要追求一个 一个抓得到的法 然后打坐 出场 二场 三场 戒律 哇 好快乐啊 所以 但是基本上 如果是这样 就是犯菩萨界了 倍大向小 然后就会 就会用了经论 去批评别人说 这个才如理如法 你们那个不如法 等等 当然 现在没有 但是以前很多印度人 把这些可怜 很多现在印度还是有 尼泊还有 尼泊买一个女生 两百块美金 两百就够多了 他们就一百块还买得到 买了这个女生 然后他就离开他父母了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战日时 也想办法在那边帮忙 男众还比较好 男众 他们还可以去出家 但女众有时候被卖掉 卖到印度了 所以成为一辈子做人家的奴卑 或是从小就 就是嫁给一个男人 再来六处 那四月到九月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在印度那个时候是动物在产卵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一烧 那这些小动物都跑不掉了 所以当然做菩萨就不要去烧 或者去烧别人的 烧别人的 一切有主物 因为现在法律上有时候 像有些人在拆房子 政府说 做餐 反正这个功能你就要去猜 管你同不同意 但是如果你行菩萨道 就不能做这个工作 所以若发菩提心的佛子 因为修慈心 让众生离苦 一定要去实践放生的行为 所以这一点当然末法 很多人就不敢提放生这两个字 因为在台湾就有这个现象 但是我也跟他们解释 这个放生不是我们哪一位法师到场喜欢 这是佛陀说的行放生的这个事情 因做四年 为什么一切男人是我的父亲 一切女人都是我的母亲 所以我们生生世世 从这些人类部分男女都做过我们的父母 而且六道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没有一个不是 所以你去杀众生吃众生的肉 就在杀我们自己的父母 也在杀我们自己的身体一样 所以一切地水是我先过去的身体 我们死土葬水葬火葬 所以我们的骨灰都在里面 也可以讲说离开这些三合大地 我们根本没有生命 所以一切火风太阳空气 都是我们的本体 离开他们我们本体也不能存在 所以各位要经常去放生 而且深深受身常住 而且深深世世我们也得到一个很好的生命 所以常住之法 这是永远存在的 放生是永远存在的佛法 我们要教别人也放生 如果看到世间人在杀动物的时候 我们要想尽办法 要方便救护解除他的苦难 所以我想当然有很多方法 我看在大陆上很多人看到那个载狗的抽 一票人就给他围下来 对不对 当然也不是抢是给他钱 谈价钱 然后找地方来养 等等等等 所以在台湾是不敢 台湾好像台湾人很有风度 看看看他走掉 你不敢说 你拦下来 所以台湾人有好处 就不好意思 但是也坏处 反正就看他被再去杀了 心里在想说 不知道有没有人勇敢挡在路口 我们那一天在宜兰生命电视台 有救了几只牛 他是那个刚好要去杀的牛休息 他就在树下 然后就居士去跟他聊 聊一聊 刚好那个买牛的要带去台北卖 终于救了那几只 不是牛 是猪 猪还是牛 才把他救下来 但是很难得了 但是很少愿意这样做 所以 不但要解救他们的苦难 各位还经常教化 讲说菩萨戒 像我们就跟他们买鱼 干什么都会跟他们说 最好不要 那你就挂这个 这个鱼可以超度 这样来赚钱就可以不用做了 你还是要跟他解好鱼 特别买鱼的人 看起来也是很慈悲 没办法 这是他的业 他养鱼为了养家糊口 不得不这么做 但是你要客气地跟他感动他 所以 来菩萨戒说的 要救度众生 而且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 各位 这些是汉传佛教 要请法师来讲菩萨戒 那菩萨戒就告诉我们 吃素放生 布食 这样有福报来帮助往生者 可以见佛 乃至至少升天 做人升天 所以 如果不这样做 放清购罪 等等 可不可以做买卖佛像的生意啊 不应该 因为这样的可以在买卖三宝 买卖父母一样 但是很多 很多人不了解 我没做坏事啊 我学佛啊 所以我干脆买卖佛像 这样我可以生活 我没做坏事 但是因为他没看经典 所以 因为佛像被买卖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它变成商品 了解吗 它就可以放在地上 如果你去国外看 那更可怜 它不是拿一个头啊 那边做装饰啊 对不对 或者乱摆一通 所以 如果佛灭度以后 像我们这个末法 如果见这些外道 外道不是没有在修行 外道是因为他们 不是从内心里面正空性 而是修了很多各种方法 希望能够得到什么 升天啊福报 所以 各位受过菩萨界 看到这个是 因生慈悲心 方便救护 处处叫话 告诉别人 不要这么做 乃至这个佛像要被卖了 你赶快把它赎回来 把它供起来 不让这个 很多人看不起这个佛像 丢在地上啊 在那边跟杂物摆在一起 取东西 俗佛菩萨的形象 乃至取悟命 救这个比丘 比丘尼发心菩萨 一切经典戒律 所以经典戒律 都不能拿来买卖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发愿 从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而且希望生生世世 得到一个 能够引导我们学佛的父母 好的善知识 同学 而且教我们大乘的经历 而且要教我们 怎么样从凡夫成佛 像华严经 这种三弦 十地菩萨 就一步一步 所以怎么样得到 使发去十掌阳 十金刚 十地 使我们彻底了解 无法坚持这个菩萨戒 所以 灵可 灵舍生命 念念 都要发这个愿 一定要成佛 如果不发这个愿 虽然你出家了 甚至你 我来说菩萨戒 你不发这个愿 不精进 就在原地踏步 就在过生活 那就浪费了 就犯轻垢罪了 我们一定要把菩萨戒守好 所以 绝对不破戒 甚至说 受到菩萨戒 看到众生就是父母 就是慈悲 不能对众生起了分别心 后面有写说 我现在听到唱歌 好好听 我很想要去听 这个好听的声音 那也破戒了 因为菩萨戒 他要生起这个悲心 而不能说去 贪着这些 外表的漂不漂亮 声音的好不好听 等等 所以 不然我们就违背了 菩萨戒 所以在这边写着 宁可割鼻子 宁可割舌头 等等 所以 能够破身体 最后一条愿 愿一切众生 喜得成佛 一定要对自己 跟对众生负责任 众生一定要让他成佛 自己一定要 圆满所有的戒律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